這就是身在外國叫人沖 高志活就說 呼籲公眾3D打印國殤之柱 擺上珠峰等地 他更加明言這不是一個無害的藝術 這位國殤之柱的創作人 丹麥雕塑家高志活 在19日發佈了這張3D掃描圖 他說公眾可以打印國殤之柱 3D打印之後 就可以將副本擺在各地的中國大使館前拍照、議會 以及城市周邊遍地開花 更加包括香港的山頭 以及中國境內諸穆朗馬峰 說回整件事的因由 港大早前要求支聯會移走校內國殤之柱 限期本身在上個月 即是10月中的戒滿 高志活說他有意將國殤之柱移離香港 促請香港和丹麥當局達成協議 確保他和團隊不會因為拆除和移動國殤之柱 而遭到起訴 又希望港大提供技術和許可等支援 否則是無法移走國殤之柱 高志活近日又說 可以叫大家印3D的掃描圖 可以在大學、工作場所或城市四周 擺在印了的副本 遍地開花 又叫公眾運用想像力 雖然香港國殤之柱有機會被移走 但是數以千計的國殤之柱的雕塑副本 就在全球遍地開花 令到六四事件的記憶不會被消滅 他很溫馨提示的參加者 就說這不是一個無害的藝術 就是說 This is certainly not harmless art 就是他知道這件事有機會違法 為什麼呢? 因為國殤之柱本身不是一件普通的藝術品 它原本是紅色 但後來被擦成橙色 去回應高志活有份參與 以及向顏色革命致敬的橙色運動 一再有機會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物品 高志活叫大家遍地開花 但是他有提醒 參加者小心 這不是一個無害的藝術 那是什麼? 擺明是典型的叫人衝自己鬆 為什麼? 喂 李高志活現在人在海外 那當然沒事 沒事就叫人犯法 如果大家真的相信他 有機會真的要交智商稅 第二就是他早前又說 要求港府保證自己和他的團隊 在處理國殤之處不會被起訴 那就是你自己也知道 你進來香港也有機會被拘捕 那怎麼會叫人保證 你不會被拘捕呢? 如果香港答應了你 那下次是不是可以有第二個高志活 第三個高志活 第N個高志活 到時候香港的司法體制是不是被你搞壞了? 如果你真的為… 就是我奉勸他 如果你真的為藝術而犧牲 為自由而戰鬥 為民主而奮鬥 就應該身體力行 給我照樣入境 看看你香港政府如何處理 然後再將事情升溫到更大的外交事件 但他沒有 一直留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叫人衝 那這些算什麼英雄好看 民主的戰士呢? 第三 他早前就說 就是說當數以千計的普通人 團結一起 便足以推倒國際律師行 你想想 國際律師行 他可以說 這麼多人一起團結就推倒 那就是什麼? 就是說民主、自由、法律、人權 這些都是方便你的一個標準而已 你覺得合適的時候 適合自己使用 就說民主、自由 不適合的時候就說別的東西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呢? 有報章引述法律界高人就說 國殤資柱的局勢發展 有幾個法律的分析 第一就是港大應該報警 就說國殤資柱涉嫌違法 港大不可以幫高智慧擺放 因為有教唆之言 盡快移走 第二就是港大將雕塑移走 不要擺放在港大的學生會的平台 然後要求他在限期內自行運走物品 否則運去堆填區 同時要收回相關的租金和處理費用 也有人說 就說最差的結果 就是政界人士說 最差的結果 就是港大被高智慧拿走 然後被說病他繼續在全世界巡遊 倒不如港大自己雷利風險 找一晚打碎他 然後運進兌填區 無論用什麼方法都好 我們當然要繼續觀望一下 港大和高照如何處理這件事 之後就說另一宗 也是最近的業話 就是本月的12日 就是迪奧與藝術的展覽 在上海舉行 展覽中就有一個叫Nady Dio 我知所見的宣傳照 引發了軒然大波 觀察者網就在本月的16日 就形容這張照片 由下往上的惡鬼般的翻白的眼神 略帶腫障的眉眉眼 暗黑貧死的妝容 清朝的長子兔 以及古怪的樓海 再加上一連雀斑 充滿了憂心和詭異 說回攝影師 這位攝影師叫陳曼 很美女的 現年41歲 畢業在中央美術學院 一直都是時尚 時尚巴沙 家人 ID Cosmopolitan 時尚先生等等 時尚雜誌 以及迪奧等世界知名品牌的合作人 有著時尚圈 攝影一傘的美語 這張照片就在內地的社交平台引起了迴響 11月15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網站就說 迪奧的展品被質疑是醜化亞裔的女性 個性創作不等於沒有底線的醜化 評論說 如果有其他品牌都想透過 醜化亞洲人的形象 從而迎合某些固化的認知 以個性化創作之名 行醜化和抹黑之實 並且借此屬立所謂獨特的風格和賣點 都是會遭到人們的痛斥和砸氣 11月18日 《中國婦女報》就說 他們反對白瘦幼的病態審美 也拒絕製造容貌的焦慮 更加反對這些帶有偏見和歧視的畸形審美 以羊為美 為羊是從要不得 這種背後 甚至醜化中國女性形象 曲解中華文化意圖 某些攝影師和國外品牌審美出格 然後就有眼利的網民 拿了陳曼過去的作品 《中國十二式》系列 就說裡面的女性 有些像黑人 有些像印第安人 總之就說她鏡頭裡面 沒有展現中國的女性美 反而是西方眼中 對於東方人固有黑板偏見的形象 對於昨晚的攝影風格 引起中國大陸的網民 欲華的議論 台灣有名攝影家叫張兆堂就說 陳曼的風格並無不妥 各有所好 她要欲華就是她的事 台灣清華大學的藝術學院教授 邱志勇就說 照片引發的爭議 反而不是一個欲華的問題 而是呈現出來的人物超像 無特兒的造型走陰間的風格 觸碰了中國文化的禁忌 她說 消費者有主動選擇的權利 如果大家覺得迪奧是易辱華的話 大家不要消費了 看看事主本人 就是陳曼 她昨天在社交平台分享一篇文章 文章的標題說 聊一聊文化自信與藝術誇張 換言之她帶有暗示 藝術是誇張的意思 至於有沒有貶選中國人欠文化自信 交給聽眾判斷 就這件事我認為 事件反映出一種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 就是曾經強勢的西方中心論 以及後起的民族 包括中國等等亞洲的民族 自覺意識的衝突 如果今天不是美學價值的判斷 不是迪奧 不是沉曼 上必都會用其他文化衝突的形式 其他品牌或者其他人 去發生這件事 就好像 如果大家有看《花木蘭》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戲裡面的場景 這麼奇怪呢? 你看《Marvel》的上戲 你會覺得 梁朝偉這麼有型 陳法拉很美 為什麼上戲 上戲我不說了 男主角 為什麼上戲的女朋友等等演員 面相有點奇怪呢? 當然 白花入白眼 但是要知道西方歧視華人 也有歷史因素 譬如1890年 德皇送給沙皇一幅叫王禍圖 就是說要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就叫歐洲民族去保衛信仰和家園 以及英國作家有一本叫王禍的系列書 大家要知道 曾經 就是兇奴、蒙古人 曾經打過歐洲大陸那邊 這種王禍 這種充滿了傲慢和偏見的歷史淵源 即使經過了數二百年 仍然在西方文化是有根深蒂固的現象 再加上現在中國 就是他們面對著 中國等的亞洲國家的挑戰 這種敵視只會是無意之中放大 現在從根本上去講 就是西方主導國際話語權的狀況 是沒有完全改變的 大家看到 由政治、經濟的秩序 社會的文化 包括我和你現在討論的時尚定義 都是來自於同一套西方為主的話語體系 有人說陳曼是冤枉的 因為當陳曼他生活在國際時尚界裡面 他必須要遷就這些西方主導的藝術 表達體系才會被接受 這是一個他一人之力難以改變的現實 單純去責備他是沒有作用的 除非東方文明在國際時尚界 都有充足的話語權 也有人說他不冤枉 為什麼呢? 因為說他身為一個中國人 就不應該一美在全球的話語體系發生變化時代 就一美配合西方審美的標準 我個人就覺得 無論是一… 老實說一美批評陳曼 一美網軍出征 一美做冷氣軍師 都無助解決問題 正如陳曼他自己也曾經接受訪問說過 他自己的工作 他說做攝影師就好像做廚師 要看有什麼材料 去如何迎合客人的口味 你說陳曼他這樣拍 那樣拍 其實也是在迎合這個敵澳的客戶口味的 既然西方的品牌要迎合他自己的口味 迎合他西方客群的需要 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 要如何表達我們東方客人的訴求 給他們呢? 公道一點說 我覺得 公道一點說 我覺得最沒有資格 罵陳曼那幫人 就是那幫仍然在買敵澳產品 你又要罵 又要用他的產品 那又何必呢? 這就是我下半段的分享